Hello YouTube 我是李Sir 我這條影片是講中五的第十二課書的例子 8 Level 2 題目 這條題目就是混合了有改變每一個資料的情況 又有成又有加的 我們一起看看 這條題目就是 這條題目就是測驗有個平均是40 平均是40 SD就是8 所以我現在就看到 他告訴你現在我老師就要因為一些緣故 就要改一改那個分數 所以我們就需要根據這條題目 M等於1.2M加10 M就是改變完的數值 Adjustment之後 那細加M是什麼 細加M就是在說之前的改變 很簡單 只要你把那個分數代替下去 計算真的分數就可以了 那現在A part就告訴你 就是原本的數據 Carmen原本的數據就是35分 那你就代替下去 那條色那裡 就是M 細加M 就是1.2乘35 加10 加10就是他改變了分數 就提升到52分 那這個就是A part很簡單的 那你會想像到 如果現在不止Carmen一個人 他有John Mary、Mary、Peter、Susan 各樣的人的時候呢 那我們就可以把他們 每個人的分 代替這個色度 就算到新的分 那你看到每一個數據 其實做了什麼 每一個數據其實是做了 成了1.2 再加10 OK 那我們回憶回我們學過的東西 就是當我們成一個數 和加一個數的時候 每個數據 那新的adjustment之後 新的SD會是多少呢 那看一個表 SD會怎麼變 SB就是會成就變 加就不變 那就是說 對於這條色來講 它將SD 其實它要成1.2 但是加有沒有影響 加是沒有影響的 所以不用加10 只是成1.2就可以了 OK 就是說 同樣的adjustment 可以是加和成一起發生 但是對於SD來講 只是影響它的就是成那部分 加是完全影響的 OK 那這個上課也討論過的了 那我這裡就不再討論了 那大家可以做Instagram 8 以及做對應的14至17的題目 那我都會在Guru Classroom 跟大家說 要做些什麼的題目 那短片就到這裡了